徐家瑜摸张雨菲的头被质疑 张雨菲跟男运动员聊天 走得近会被教练询问 杭州亚运会游泳比赛迎来大结局 张雨菲在女子50米跌泳决赛中夺得冠军 赛后内洒赛场 至此张雨菲结束本届亚运会6个项目的比拼 共获得6枚金牌 张雨菲拿到第6枚金牌后突然哭了 紧接着眼睛红红的池江梨花子也跑过来和张雨菲拥抱 女孩子间的友谊真的好宝贵 两个人一边哭一边抱 池江在得了白血病之后 又重新回到泳池里 获得这没来之不易的铜牌真的太不容易 两个女孩子也是感慨而哭 网友则称 张雨菲拥有一切 有6枚亚运金牌 有池江这样的好闺蜜 唯独缺一个男朋友 不过张雨菲的教练则说 绝不允许张雨菲谈恋爱 而张雨菲则说 哪怕他和哪个男运动员走动近了些 多说了几句话 也会被教练询问 好好啊你直接说 你跟谁谁谁怎么怎么走呀 我说 朋友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信不信呀 不过 也有不怕张雨菲教练的 徐家瑜就对张雨菲来了个摸头傻 简直太甜了 当时徐家瑜和张雨菲 一块获得了混合勇接力金牌 而徐家瑜猝不及防地摸头傻 幸好摄影大哥一直盯着 不然这么经典的镜头就没了 不过呢 也有不少网友质疑徐家瑜的亲密行为 直言 徐家瑜既然和央视女主播交往 就不该摸张雨菲的头 网友口中的央视女主播 其实就是王冰冰 她可是不少男网友心目中的白月光 两人曾多次在社媒互动 徐家瑜更是晒照告白 比赛热火朝天 但是心还是冰冰的 据媒体爆料 二人至今仍在热恋 不过恋爱并没有影响徐家瑜的状态 反而充满了动力 如今已收获十一枚亚运会金牌 徐家瑜也是发文感慨 感谢我自己 活了就会爆发全力 谢谢十一金了 暂时金牌最多 继续努力吧 不得不说 中国游泳队真的是个有爱的团队 张雨菲和汪顺 徐家瑜的兄妹情 和秦海洋的姐弟情 都是甜甜的 暖暖的